为何有人支架上有月牙?有的没有?有树纹是咋回事? 看完长知识,在我们的童年,我们常常被家长或祖辈们担心支架上的白色小月牙的数量,似乎这些小月牙能够揭示我们的饮食习惯。 他们会说,支架上月牙那么少,小坏蛋是不是又偷吃零食了?不好好吃饭的话,以后长不高傲。 这些话语或许让我们记忆犹新,但他们也让我们开始怀疑,这些支架上的小月牙是否真的能反映我们的健康状况? 支架上月牙的形成与健康的关系。 定义与形成,月牙是支架根部的白色半月形部分,其形成是由于甲母质及支架的生长点在支架根部产生的新的角质形成细胞不断向甲板生长的结果。 当新的角质形成细胞不断向甲板生长时,它们会形成一条弧形的白色带状物,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月牙。 很多人认为支架上的月牙与身体健康有关,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月牙的大小和形状与身体健康状况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如果月牙突然发生变化,如变小或消失,可能是身体出现某些问题的信号。 例如,压力、营养不良或甲状腺问题等都可能导致月牙的变化。 为何有人支架上有月牙? 有的没有。 有树纹是咋回事? 看完长知识。 一、营养不良。 支架的生长需要足够的营养,包括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等等、身体。 缺乏这些营养物质,支架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包括月牙的形成。 长时间营养不良会导致支架失去月牙。 二、甲状腺问题。 甲状腺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其中之一。 它控制着激素分泌,包括支架的生长形态。 一样换上了甲茧就会导致支架干燥变脆。 不仅没有光泽、血色,看上去斑斑点点,不正常。 三、伤害或压力。 支架受到外部伤害或持续压力时,也可能出现纵向竖纹。 例如,频繁地使用支架工具,长时间敲击键盘,戴紧身手套等都可能对支架造成压力,导致纹路的出现。 四、年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开始衰老,支架上的竖纹也会逐渐增多。 这是由于身体机能下降,支架母质细胞功能减退,使甲板出现不均匀的突凹不平现象。 支架若出现四种症状,可能是身体健康受损的征兆,需留心观察。 一、支架呈现轻紫色。 支架表现若是为轻紫色,那么大多都与其底部的甲床细胞供氧量不足有关。 当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来维持呼吸作用时,血液颜色就会由鲜红色转变为暗红色。 继而使得体表皮肤看起来偏深色,而支架之下的皮肤相对较薄,因此看上去变化会更为突出。 当然,细胞氧摄取量不足也有很多原因,而最常见的往往就是缺铁性贫穴,特别是人到中年的女性朋友。 由于自身激素分泌失衡,再加上矿物质流失速度加快,所以就更容易出现贫穴病情。 对此,一定要及时补充铁元素。 二,出现黑线。 支架上出现黑线多是甲母质,如果黑线的宽度三毫米,边缘不规则,短期内迅速变宽变大或使支架出现了开脸。 局部皮肤臊氧潮红等症状要及时就医治疗,很可能是恶变成黑色素瘤引起。 三,支架上有小坑。 人体支架的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当支架上出现凹凸不平有小坑的情况,是缺乏维生素A与钙元素造成的。 以通过吃胡萝卜这类含维生素A的食物使用,或者鱼甘油也可以,很多人吃鸡蛋不爱吃蛋黄,怕增高身体的胆固醇。 其实,适量吃一些蛋黄也可以给身体提供营养,一周炖一次骨头汤以及每天坚持吃钙片,这样身体的营养才会更全面。 四,支架心月变化。 如果支架根部的月牙面积突然变大,可能是甲状腺和心沉代谢的状态不好,当月牙白变成青绿色时,便可能是呼吸系统不是造成的。 如果是蓝色的,说明血液循环有问题。 如果是红色的,则可能是心脏的健康受到了威胁。 支架怎么护理,日常这些地方要注意。 一,滋润保养支架。 使用含有滋润成分的护手霜或指甲油,可以为支架提供必要的营养和水分,保持其柔软和有弹性。 此外,定期为支架做深层滋养护理。 如涂抹护甲油或进行手部按摩,也能帮助改善支架的健康状况。 二,清洁打扫时一定要戴手套。 如果是后天在日常生活经常打扫,使用清洁剂的人,也比较容易让支架偏软或受伤。 所以打扫过程中建议戴手套。 因为清洁剂与消毒工具,会带走支架与肌肤的油分与水分,也要养成备着纸原油。 护甲精华液,硬甲油,纸原油的习惯。 每日定时帮助肌肤指尖补油补水。 如此一来,肌肤与指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与养护。 三,经常修剪。 要经常修剪支架,保持支肩内外清洁,没有残余污垢,破坏好感度。 留支架的女孩们要注意尖型的支架,会减弱支架的韧性非常容易断掉。 而留方形的支架在生长过一段时间后会容易张成倒梯形。 要格外注意修剪或用膜棒经常修行。 椭圆形的甲型为佳。 四,多吃富含维生素H的食物。 在你的饮食中,记得加入富含维生素H的食物。 比方说肝脏类。 煮鸡蛋、穀物、花椰菜和烙梨、牛油果等等。 维生素H除了能强健你的支架,使支架更厚。 支架出现白点是怎么回事? 支架上的白点常常被误计为身体缺钙的信号。 但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的研究表明,缺钙与点状白甲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一些研究发现,缺钙的人群中点状白甲的发生率可能略高。 但这可能是由于其他因素引起的,例如养养不良。 支架上出现白点,最常见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支架受到了轻微的外伤或磕碰。 这种外伤导致支架在生长过程中的局部磨损,从而形成了白色斑点。